比賽有輸贏 狀況有高低 上週賽前距離龍頭只有0.5場勝差的兄弟 狀況是有些下滑 但週五戰就吞下4敗 最大原因不外乎就是先發控球出現問題 先是嘉百利21號交手樂天桃園 6.1局投球失掉6分 愛了陳俊秀和梁家榮兩發全力打 隔天換來福利先發6局 也被敲出7支安打掉4分吞下敗投 兩人本季12場出賽只拿下一場勝利 一讓戰績是一路滑到聯盟第四 不過排名下滑當然也不能完全怪投手 眼看分數就在雷暴上 但怎麼樣都打不回來 攻勢沒能喘連的苦 黃山俊最近又深刻體悟 上週全隊敲出10支強大 有過半數的10支強大是由前層棒打的 其中江坤宇就貢獻5支2壘安打 不過棒球是團隊運動 打線沒辦法串聯也就直視做白宮 不過小民們也不用太過氣餒 兄弟這邊還是有好消息要來告訴大家 去年下半季整季爆笑的林志勝 和膝蓋開打的黃軍聲 最近都已經回到二軍出賽 也許不久後就能重返一軍 和球迷們相見歡樂 不過在這之前 保麗園打線是搶先一步火力復蘇 25號和龍頭統一的交手 一局上就狂打了12個人次 以八支安打冠進6分 讓師隊先發江晨諺只偷了0.2局 就換上陣中老將潘衛倫出面直線 撐到第五局沒有再失分 無奈最終還是以5比7吞下敗仗 龍頭大衛也只能先讓給樂天來做了 至於富邦這邊套一具總教練鴻一種的經典名言 贏球紫白病 五戰當中拿下三場勝利 其中25號更是以9比0玩風忠信兄弟 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還是終止食物練原理 被另外三隊當作進捕對象的衛權 就唯獨漢將換上恐龍鎮 上週系列戰一直到23號靠著邦威 標出本季單搶最多的13次三鎮 才讓漢將逃過被橫掃的命運 無奈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